getting to the same solution one world 我们反向世界 我们拥有明天 多多目睹发了 amishma lingua 我们的世界 就是我们明天 有你和我 With you and me Here we do 我们一个世界 有你和我 Here we do With you and me 有你和我 一个世界 是 这个的 是 现在 我就是 磷 吃 他 吃 他 在 电话已经成为了今时今日生活通讯不可缺少的工具 所以今集的马国广场主题就是接听电话时的说话技巧 今集的故事是说Shuel想打电话去律师事务所约见律师 透过他们的对话 你学下接听电话时说话的技巧和集中留言的方法 好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一看 0106 关注了 0106 2190 0107 G1122 1190 0107 2106 31900 0117 3107 4190 0107 3107 4190 0108 2190 0118 5190 1190 0107 4203 2190 0108 7190 0107 2203 2190 0107 3103 1200 0108 3104 1200 0107 3104 1201 0106 4104 2190 0108 抓拔 叫 叫 既го 尤其 opt 了 creio que ele ainda está em reunião quem deseja contactá-lo por favor aqui fala joão alves O senhor alves quer deixar recado? Sim por favor diga que eu precisava falar com ele com alguma urgência Muito bem senhor alves fique descansado que vou transmitir o recado Olha já agora pode tomar nota do número do meu telemóvel é o 668 99988 diga-lhe para me ligar quando for possível 非常好,沒問題 非常謝謝 現在是這,謝謝 請請請 請請 是嗎? 從哪裡來? 是在一個房子 跟誰要討論? 對不起,我忘了 我沒有意義 請請請 請請 说的,喂? 但接电话那个,不多次是Joel想找那个人 所以Joel就问,Do you own the father? 请问接听的是哪位呢? 你找哪个?的普通文是 共减和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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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在接听电话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会用到的呢? 有的,介持共表示同伴 例如,共减和谁一起去看电影呢? 又好似,共减和谁在说话 Joel知道自己打错了电话 和对方道歉当时用了 就是对不起,不好意思的意思 这个字很多情况都会用到的 但我就知道了 譬如有人挡着你走的话 就可以说Dash Cooper 叫别人麻烦你借一借 又例如你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也可以说Dash Cooper 请别人再说多次 那我说的话,你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了,请继续 片段里面 Joel说过 Io Engernement 意思是 我搞错了 我们也可以用 Fui Engernement 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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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不通 Aline 線 或者电话線 Shtar Kubada 被占据 或者不通 在第一段短片里面 接电话的人一接电话就说Shtar 是一般非正式的接电话方式 而刚刚播放的短片是一个比较正式 在律师流的情境下发生的 所以在用句、用词方面 都跟第一段短片有点不同 秘书小姐接电话 第一句就会说 律师事务所的全名 Skriptori d'ethe 那就可以给打电话的人知道 有没有打错电话 接着秘书小姐就向对方问好 Bon dia Skriptori d'ethe Di-ethe Bon dia 当然这两句说话 次序没有硬性规定的 即是说 可以先问好 然后再说工作单位的全名 Bon dia Skriptori d'ethe Di-ethe 之前你教过的 用Gustav de 来表示意愿 在短片里面 用一遍都用到的 Gustav de Falar con Dr. Tavares Por favor 我想找大话理师律师 Gustav de 这里除了表达意愿内 这个动词的识识 亦都可以用来表达礼貌的要求 例如 Gustav deite Bon dia 我想要一杯咖啡 或者 请给我一杯咖啡 Criptori d'ethe Criptori d'ethe Criptori d'ethe Quit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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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he 如果你是先生仍在开会的话呢? 嗯,就是说 我先生仍在开会的话呢? 我先生仍在开会的话 意思是正在进行中 我正在开会 那如果我想说我正在开会的话呢? 嗯 我正在开会 工程在进行中 我正在开会 比如说小姐问主要 如果要留下口信就说 我先生仍在开会的话 我以为是先生 你要留下口信吗? 是留下口信 刚才说过 Gustave II表示有礼貌感要求 其实表达请求 我们还可以用明灵式 那求人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明灵式呢? 就好像 Juel请求秘书小姐 转告给大话灵犀先生 说Juel有时找他商量 Juel就用了 Dizir的明灵式 Dizir的请你告诉 或转告Dizir的 Dizir的明灵 给他 就即是 给大话灵犀先生 秘书小姐 就用了 Fika的明灵式 请Juel放心 Fika Chka Sado 请你放心 嗯 明白了 好了 那现在 可以拿到电话 的电话 是668 99988 叫他 让我来电话 当作为了 非常好 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 那是这 谢谢 请请请 请请 请请 Dizir的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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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时我们需要 距离其他人很近的时候 走过 我们都会说 GONN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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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呢 通常是我们即将 造成不变 或者不礼貌行为 而致歉的时候用的 就好像收线那一阵 那样 我们不会漠漠人地收线 但是会说 不好意思 我要收线了 GONNICENSE 而在一些非正式的情况下 浩国人在收线的时候 都会说 Una brazo 字面意思是 一个拥抱 或者 BIGINUS Una brazo 意思是 吸你一个文 这个字眼 都是向对方表示关心 在电话收线的时候 说些什么 都可以看到中逢文化的差异 好了 今集的时间又够了 约定你们 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翻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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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